一节车厢内只有30个座位 据说还提供了免费的便当跟饮料 所以说这是目前台铁最高级的车厢 哈啰我是皮皮主 哈啰大家恭喜发财 现在是大年初一 我们现在就拿着妈妈包的红包 订一张商务舱的火车票回台北 你可以先上网 在列车出发前一天的5点之前 去预定你想吃的点心还有饮料 但是很奇怪 竟然没有便当可以选 两个人去上车再问问看 除了车票之外 你会多得到一张餐券 它运作商设置在列车的第六节 月台上也有醒目的标志哦 方便旅客一人就找到 对了 这边提醒一下 乘车的距离没有超过50公里是不卖票的哦 也就是台北火车站到板桥火车站 这样的行程只有10几公里 也就没有办法购买腾运坐舱的火车票 进入车厢后你能看到走道变宽了 座位是2加1的设计 因为行李架满了 好险位置够宽敞 行李可以放在脚边 这样也不会影响舒适度 这是无障碍设计 方便忙人朋友找到自己的座位 火车开动5分钟之后 列车小姐就会开始发放餐点 以备上着小餐桌 大小好像跟普通餐的一样 餐券的话你可以先准备好 一会列车小姐会跟你核对 小车子里面有咖啡 还有矿泉水 一些饼干啊 就是没有看到便当 我来问问看 谢谢 要请问一下 有特定的班吃才有便当对不对 因为要看有在用餐的期讨的 那我们现在这一班的话 就是切笔 才可以有便当上 谢谢 都有听到 想吃便当的朋友 要订用餐时间的班吃才有啦 因为今天是大年初一 很多的店都在休息 我就简单买了个汉堡就上车了 砂糖和上番茄酱 超级甜又含有高热量 我心想再五年也就吃不动了 所以就把握机会这样吃 也多喝一点牛奶补充盖子 来看看附贞的小点心跟饮料 点心给的是够有诚意啦 是我老家这边的知名品吧 盒子里头一共放了两种口味 一种是凤梨酥 我拆来吃的这是苹果酥 哎哟 这个味道很明显的 也没有他家的凤梨酥来的好吃 外皮咬起来很像在吃饼干 脆脆的 不过里头的苹果馅料还不错 我觉得里头的馅料 真的是被那硬硬的外壳给害了 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个饮料 你忘了吗 我就是特别爱装的人啊 比较老的一些粉丝 都知道我妈是个神奇的人 你看看你看看 这是她帮我准备的早餐 吃完之后擦个嘴巴 不要的垃圾可以请大姐帮你处理哦 以上就是我所大臣的体验 感觉是还不错 有点心吃有饮料喝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 作为下次你来玩的出行选择哦